早上好 现在是上午4点20分 晴天晴天 我来自河北的一个小县城 现在在北京做一名快递员 我15岁来在北京 来北京待了6年 刚开始年纪小 贪玩 所以就选择在酒吧 一等会上班 后来长大了 感觉自己应该努力挣钱撑起这个家 所以就选择了这个快递的职业 做个快递员 天线四个月 甚至更久 我一天都不在修的 不管多累 我也能扛 你今天吃早餐了没 没有 你们一般早上几点起啊现在 5点半 6点半 然后就直接来站点了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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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的尸体 精灯了 把三个 谢谢 来慢点 开地呀 没事吧 谢谢 今天我快去烫一下 基本上干三个小时左右 就饿了 饿了的话我们就吃 刚来北京的那家 对黄焖鸡吃的特别好 有一段时间我都想 我都为了自己吃饭 我都想去学习 然后我又去找那个黄焖鸡店 看哪家做的好吃 等于有时间了我又去学 但是后来也没时间去学 看来还不错 现在家里就我一个人在挣钱 所以我也没有精力去做别的事情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摄影师或者厨师 因为我喜欢记录生活 也喜欢美食 我非常想做一名旅拍摄影师 我认为能帮新婚夫妻 记录他们的甜蜜时刻 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 我是一个浪漫的人 也很向往美好的爱情 我没关系 干什么还不 还 我是帅良 好 你是发生了还 没关系 我闹手机 干活了又 我闹没闹到这些店 快没电啊 好 干什么呢 我说我什么呢 在那边呢 你知道 你干什么活 你擦这门都是你没喊 没喊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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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干 他应该买副不了 等着你飞剑不太浓 麻烦都不用 拜拜 你給家裡打電話 會不會覺得壓力很大 有 不小了 因為同僚人都結婚 那孩子都會跑了 就沒辦法 我們是合租的嗎 在北京這邊那個 房租比較貴 一般人我們基本上很找自己租一間房 我剛搬進來的時候很不喜歡回這個家 這個房間就像個蜜蜂的盒子 讓我喘不過氣 那時窗戶壞了打不開 但是我們都很忙 沒時間去修 這裡的衛生間和浴室也是共用的 每次洗個澡 得排隊 一個多小時左右 非常不喜歡住在這裡 但現在已經習慣了 而且我一直告訴我父母 我住的挺不錯 平常的壓力很大 有的時候就是下邊的時候就跟傻子一樣 就在那三十月轉圈 我也不知道該幹什麼 我也不知道到底到底我在幹什麼 就當著很懵 那種感覺就是讓人特別難受 也想給家裡邊打電話 你也不可能把你自己的就是難處 自己都不開心 全部都會說給家裡邊 所以就是沒事往這兒一坐 我就想抽一顆眼 我甚至可以抽完第一根 接著就第二個 直到抽到自己最難受的時候 才會把它放下 拿個湖湖甩叔叔在 把湖湖甩都給你 太多了 拿到湖湖甩叔叔在湖上 要把湖湖甩并化 都給你 做湖甩并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家里能再有一个人 出来挣钱,我绝对不做快递 但是毕竟现在父母年纪也大了 还要考虑正在上学的弟弟 其实我特别向往 有山有水的地方 真的收购了大城市这种忙碌 有压抑的生活 家庭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我明年会带他们来北京 在北京的六年 我逐渐意识到了 活在当下的重要性 学会了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 未来会怎样很难预测 但是学会和生活和解 能够让我走得更远吧 能够让我走得更远吧 我相信我现在有这个部位 我建议的天呐